好,大家好,现在正好是9月底了 在有一个多月,中国大部分地方都要进入真正的雪季了 我们新推出一个小小的系列叫做雪崩学习笔记 主要是由我来主讲,我叫黄亮,大家叫我黄胖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系列之所以叫雪崩学习笔记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然后一直在滑野学 一直在关注有关雪崩安全方面的知识 我希望呢,就把一些实践到的信息 还有自己去阅读了很多这个专业的书籍 还有看了一些论文 那么我做了,我确实做了很多笔记 也不断的关注网上很多这个有关雪崩安全的一些信息 那我希望把它能够以文字或者视频的方式能够总结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小系列,在网上发布出来 那这样的话,既能够促使我自己的学习 有一个更加系统的总结 然后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呢 能够与更多的朋友进行交流 那么我们滑野学的时候比较推崇的就是一个叫更安全 然后是更享受 这个是整个这个系列的一个目标吧 我们实际上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小的工作 介绍给大家 一个是以前我们配合这个熊游写了两本滑雪锦囊 一个是奥地利的滑雪锦囊 一个是美国滑雪锦囊 那美国滑雪锦囊那边我主要负责的是美国西部的这个滑雪的信息的中间 那中间这个呢是滑雪宝典 这是专门讲滑雪技术的,就有点偏理论的 那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我是作为主义 另外右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知雪巡图的公众号 然后我们已经发表了大概一百多篇原创的文章 通过公众号然后能够与大家分享在世界各地滑雪的一些信息 那这是我们公众号的一些截图 中间是我们分了不同的类别 然后有相应的这些文章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的文章 多给我们提意见 去年我们还发布了一些小小的短视频 比如说滑雪安全的什么个人装备啊 然后野雪背包里到底应该有什么呀 雪崩搜救仪怎么去做测试啊 然后这些搜救仪有三种状态 到底应该怎么去区分 怎么去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做了一些短视频 前年和去年我们都做了一些线下的交流活动 是一个半小时 有的长达就是两个多小时甚至三个小时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上个雪季呢 我们做了一些视频会议 然后能够以视频的方式与大家直接进行交流 曾经做了三次 然后有雪地安全的基本知识 如何找到好雪规避风险 然后有一些案例的回顾 还有春季的风险的一些思考 当时我们这三个视频是与施菲尔 一起来合作来做的 今年呢我们这个2021的系列呢 那我就自己想呢就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更加深入一点 然后有些细节呢 讲得更细致一些 然后甚至有些个别地方可能更偏理论一些 然后大概就分成这么多类 然后我希望呢就是一个是我们以公号的文章的形式来出现 另外一个我们会录一些短视频 然后穿插起来 我自己呢也是希望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些形式来分享我的这个学习的笔记 然后我会做一些小小的测试的题目 然后一个是考验我自己的这个判断力 另外也是为了拿出来与大家做交流 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那个微信来进行交流 那么血迪安全的整个的建立呢 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那现在正好是血迹初 大家应该会去锻炼啊 健身 然后为了这个血迹做准备 那么整个血迹过程中 我们可能都需要逐步的花时间来去了解认识 然后熟悉所有的这个血迪安全的这些信息 那所有这些信息 个人的经验不是一个星期 然后几天 恶补一下就可以完成的 有很多小的细节需要深入的学习 然后有些实地的练习 在雪地中的练习 我们真的要每星期 每两个星期就要去做 整个雪地安全 这么一个意识和能力的建立呢 它主要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绿色字的好处 那这样以后我出去滑雪的时候 就可以与熟悉的小伙伴搭伙去滑雪 然后我们互相知道我们的安全意识 安全技能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滑雪更安全 那另外一个 这也是持续的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因为这个有关雪崩的事情呢 有关雪地安全的事情呢 每年都会有新的案例出现 每年全世界都有无数的专家 在总结新的经验 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 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可能一直要到我们老了 划不动为止 那么2021我们仍然会 与去年做的一样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讲座 这个主要是小团组来预约 我们来沟通一下 是否有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场地 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次交流活动 可以六七个人 可以十几个人都可以的 那我们有一些简单的要求 全程是禁烟的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 可以通过微信与我们做一些沟通 那么右边扫这个码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文章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新来的雪季中 以及以后的雪季中 能够更安全的滑雪 更享受滑雪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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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